西雪敢言 李錦雄逢星期一至五 为你识世情 论人生 享誉西半山几十年 成为香港饮食行业一个icon的 俄式老牌餐厅Salina 终于是度过她是最后一夜 三月开始就停业了 能否重开都视乎是否密室到一个可以承担的铺租 实际上在西半山今天被很多地产代理占据了 租金全部扯起了 是不容易找到同区合适的铺位 所以Salina的老口味可能就成为我们其中一个集体回忆 俄式餐厅很特别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开始是所谓西餐文化的时候 俄式餐厅和一般的豉油餐厅最不同的地方 就仍然有一些俄式食品的传统 当然Salina最有名就是一款的俄式的菜汤 我们叫做罗宋汤 其实应该叫俄罗斯菜汤 也有所谓俄罗斯牛肉饭和俄式的杂肉沙律 这些都是香港西餐发展其中一个的男商 当然Salina成为大家是乐道一个的饮食业的话题 在于它很独特的经营的风格 对经营风格其实是非常之中产的 先讲Salina是位置西半山的潘咸道 多到是一个中产云集的地区 或者当一般的草根街层向上爬可以买到半山楼 于是半山楼就成为我们向上爬的阶梯 从大马路帮搬到去第一阶 第二阶第三阶 跟着高阶潘咸道再上干得道 或者更甚者可以上到去 可能山顶树就可以 这就是香港这个社会的向上的阶梯 另一方面Salina是靠近香港大学 所以你看报章报道 不少所谓老食客回去光顾Salina 去追寻这个回忆 其实是追寻自己的成长务 当时的港大都未必人人都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去Salina享受这个大餐 但能够在一些可能是同学生日 特别的庆祝活动 大家就可以去亢几餐 然后去Salina享受 这都成为了大学生活其中的文化 所以Salina也是大学生一个向上沉梦 一个标杆 当然当大家出来社会做事时 可能搬到很远了 但偶尽都回到Salina 去回想一下当年大学生那种的穷困而快乐日子 也享受着它中产收的品味和空间 不过当Salina的这个小小神话都无法去保留的时候 我们更加想到究竟Salina和香港中产有什么关系呢 刚才说到第一 它是一个中产混习的社区 第二天是鄰近大学是很多可能是一般普来大众的子女 能够帮助家庭去向上爬一个重要的阶梯 另一方面餐厅本身是有品味有坚持 不会是除流失去 也都不会是胡乱引进其他的食物 这种坚持也是中产一种生活的一种坚持 就是对生活有要求有品味 同时中产是一个很同质化的社群 即是说你去某个餐厅吃的人 其实大家发觉背景各方面品味是相近的 所以中产本身都形成了一个社群的力量 不过它们就极少打招呼 但仍然是各自去追寻 无法去凝聚 所以当我们深深去探讨Salina的饮食文化 其实就是香港中产化其中一个特色 能够读懂Salina的成功 读懂Salina的发展的路向 与整个香港社会文化结合 社区发展结合 其实不难都从你一角度 去能够读懂香港这本书 所以无论政府好教会好 他时候是闭门造居 他时候是想当然 由上而下去做些觉得自己以为做得对的事 但是为了我们深入社群 最入文化本身 我们只能够用同理心 去同一个城市 是同一呼吸 同一个生活的节拍 谢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